今天的国民党 你可以选举上败掉 但是你不能够让你的组织 让你的党魂 让你的整个党的精神 跟这个士气完全崩溃 这是最可怕的一点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国民党呢 讲改革讲多少年了 我必须讲 国民党里面的人才车在斗梁 怎么会想不出来好的改革方案 当然有 问题在于从来没有真正的落实过 国民党应该是老干薪资 然而今天的国民党有老干 薪资非常的稀疏 当你的年轻世代没有办法引进来 当你没有办法提拔年轻人的时候呢 这个党老化是必然的 所以呢 这个党呢就很快的出现了一言堂 它很难引进新的这个点子 更不要讲引进新血 当然 国民党大家都知道有个老毛病 就这个组织啊 百年老殿呢 已经生锈了 百年老殿生锈以后呢 整个组织通路 完全就没有办法畅通 下情无法上达 党义无法跟民意结合 党不能跟庶民站在一起 不能跟青年世代站在一起 这个党注定要老化 而当这个党被李登辉搞到黑金派系冲刺 而没有办法自己这种刮骨疗伤的话呢 那你就要晓得说 这个党哈 它将来的发展呢 是有问题的 因为党内的这个核心呢 都被这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派系 或者是黑金人分子呢 所盘踞了 所以我们必须看哈 今天的国民党要做的事很多 但是未来 我相信国民党还会有新的主席 还会有新的领导干部 他们必须要真的痛定失痛 因为国民党不是说只要对自己负责 国民党还要对台湾 对中华民族 对两岸负责 你国民党垮了 垮的不是你一个党而已 你会伤到整个两岸 你会伤到我们中华民族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要晓得说 你是不是应该要提出来 足够有前瞻性的愿景跟方案 讲到最后我做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所有这一切你就算做到了 如果内部不团结 全部都是白搭